我們已經在家裡10天了 然後真的每天叫外賣 或是自己煮其實也是沒那麼多想法 那畢竟我們不是專業的 那為了從老婆 我今天特別叫的好吃的 是米其林的 喔耶 那我今天是米其林行啊 它是米其林現在新加坡很多米其林的 那米其林因為最近餐廳 當然說要打字也很多沒用嘛 所以米其林現在大部分都在做外賣 或者是外賣的外賣 那我們今天特別叫人家叫META 那META的話呢 它是有點澳洲跟亞洲做Fusion 那它比較偏亞洲比較偏韓國的群職 然後它之前在南韓訓練 後來去澳洲 然後去跟女朋友 去日本吃福在澳洲 然後後來我們來到新加坡 然後來到新加坡之後 開了自己的餐廳 開了自己的餐廳之後 就持續了幾年都拿到了米其林行 對 然後米其林大家都說是體驗嘛 所以是食物、酒 搭配包括服務什麼的 外送 其實沒有這些東西可以評價 完全就是評食物 而且還蠻挑戰的 因為它的食物如果不夠熱啊 或是包裝不夠好的話 那大家看一下到底要怎麼樣去 到底有沒有符合米其林外送的等值 其實在之前我們 今天其實訂了另外一家米其林會新的餐廳 所以我們今天就吃吃看米其林一新的餐廳 糟糕 今天的菜來了有點少耶 讓我也驚訝耶 我本來是以價錢來評估 我就說喔這樣子應該夠兩次 反正今天這樣子大家看到的 主要是總共是129 這樣 新品 然後 台幣再考慮過一次 那主要有什麼東西呢 它是有一個1米1株的丼飯 然後放一些前菜 看起來有過程的那個我來幫大家 這個叫 啊 就說有多口 就是雞口雞口的叫什麼 那個鮑魚喔 鮑魚鮑魚 這應該是鮑魚 對這是鮑魚啦 然後我沒見過市面 這應該是蒸蛋系列的 然後還有甜點 對 然後 我本來覺得這樣覺得不夠 所以我就加一個月料 就是要這樣那個 韓式的叫做煎餅 然後他說這是兩份 所以 OK 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囉 我們讓美食家來吃吃看 一新外送 我怎麼都變美食家 一新外送怎麼樣 你要先吃哪一道 甜點最後 好 先來吃 先吃這個 冷的 大家先說先吃冷才不會拉多 鮑魚 欸很奇妙 它還有這個 皮蛋耶 OK 它果然就是融合 就是西式沙拉這種 跟中式的皮蛋 吃吃吃看喔 這我看喔 我完全不敢吃 鮑魚加皮蛋 欸 你要 好喔 耗人切吃皮蛋 還加菜 對 要好好的體驗它的 它有很重的那個 BBQ的味道 煙燻味 OK 好吃嗎 很好吃 而且它是溫的 它不是冷沙拉 OK 但是也不是溫沙拉 但是就是 是有點溫度的 然後它還有很粗的 蘆筍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可以拿到 你知道嗎 我還蠻不喜歡 煙燻的味道 但是這個這樣吃起來的話 我會讓人家覺得 嗯 就是那個煙燻味道 腫到不喜歡 是我也可以接受的 我不喜歡鹽燻的這個 嗯哼 好 那接下來是按 按 好 那我挖一點起來 我覺得有松露味 嗯哼 它是 松露 而且它的蛋 綿密到像是 烤布雷那種 你懂嗎 那種布丁口感 已經 超乎 淡的感覺了 然後有很重的 松露的味道 這個米清雲就是要用食材來 就是這樣 不是彌補 就是 來提高它的打字 就是用很高的食材 好不好吃 你這樣 我覺得我是喜歡 但好少喔 先給大家看一下洞洞 然後定位 好 然後你看那個香料 它切得多細 然後它的泡菜也很棒 好 等一下加點醬料 它的醬料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香菇 然後可以生蛋黃 它有一個特巧的醬料 有點像那個 直接淋上去囉 好啊 有點像那個韓式拌飯的做 那我先吃吃看 一比一豬 嗯 號稱 豬肉界的老司 還是 就是 我可不可以吃這個嗎 怎麼樣 我先把蛋黃 可以啊 沒關係沒關係 不辦喔 我剛剛吃我覺得有點偏鹹 你說一比一豬 就是豬肉搭配上白飯 我覺得有點鹹 不知道搭配上蛋黃 會不會好一點 這倒我還好啊 那豬本身怎麼樣 豬本身 嗯 可能它已經做成漢堡牌 所以 我感受不到一比利豬 它本來那種 特有的就是比較彈的感覺 這個我只覺得 鹹味有點重 泡菜不錯啊 我剛剛有吃 HOTO OK 但是 整體來說 我覺得 完全輸剛剛那兩道錢 看 好囉 來囉 月亮煎餅 所以它是海鮮煎餅嗎 對 我剛剛有這個 HOTOQ 你的都有 海鮮在裡面 我先吃一口原味 你吃完跟我講說 這個丹麥你覺得會 你會花多少錢 這還蠻好吃的 嗯 真假喔 可是它沒有因為 它送來的時候 那個時期 導致它脆度 減 它的脆度還是在 那我現在再看一看 它的鹹有點融合那種 泡菜的 一點點辣跟鹹 我會覺得直接吃它 就夠了 這個有點太鹹了 你單買會花多少錢 你願意買它 單買這個 你說不論它是不是米其林 百千金 十塊錢 輕地吧 那就值得 因為米其林這個 真的是十塊 三十塊 它的三倍 好玩欸 好囉 欸還有甜點喔 甜點 可是現在吃嗎 它聞起來有很重的酒味 可能我老公知道我喜歡吃 含有酒的任何東西 所以 它的甜點也包裸用這個 因為它下面是像 豬皮 這個是像酥皮 然後夾著這個巧克力 你看它 你看它那個香蕉的脆度 跟焦度 這個在現場吃 我猜就是上面撒酒 然後直接燒 好 就是大人甜點的味道 它的甜點 就是小朋友的那種 那 好那你覺得哪一道 你最推 最推 我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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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 第三名 甜點 第四名 你擺下來 它的甜點應該很強 因為它是藍帶學院出來的 那 這家會去吃嗎 等到疫情過後 我們會去它餐廳拜訪一下 我們會去試試看 我想知道那個服務 有沒有搭配上 吃到它的價 那外賣 會不會再交 外賣 如果這一份要三十塊的話 我是不會再交 畢竟三十塊已經是台幣六百塊 算了 我們今天就是 今天米其林呢 我們今天就是米其林 新式料理 好不好 米其林外送耶 嗨 差一點就是有廚師站在你旁邊 但是他整個沒有找到我們家耶 但是又不是廚師本人的問題 還要我自己下去接他 好啦 大家喜歡我們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要訂閱按讚跟分享 然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說 你們想要看我們去體驗 吃什麼樣的料理 那就這樣囉 米其林 餐點成功 掰